他的名字叫做李申静 作为马来西亚赫赫有名的油棕大王 他拥有24万公顷的棕榈种植地 27个棕榈油压榨厂和91个油棕园 您可能会问了 这油棕有什么用呢 我告诉你 这油棕全身都是宝 它广泛的应用于日用品 化工 食品等 而且你能想象吗 就连冰淇淋也可以与这个油棕扯上关系 来看视频 这个冰淇淋 它占了42%到15% 棕榈的分量 来 试试看 它真是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对 它的扣款正常的 我们既然提到了冰淇淋 您能想到时光倒退50年前 这小小的冰淇淋其实就是李申静命运的一个起点吗 因为家境平寒 李申静11岁的时候就不得不辍学到社会上去赚钱了 每天骑着自行车 走家创户干嘛呢 买冰淇淋 下了雨的时候 那个脚车一重 很重 经过的时候 脚车轮就沉下去了 脚车轮一沉 这个车就不会平衡了 你就会倒了 脚车可以倒 我轮可以倒 这个冰淇淋不可以倒 冰淇淋一不平衡的时候 整桶就完蛋了 所以我就赶快知道这个 我现在长不了了 我就赶快跳下来 用我的金棒去顶着那个冰淇淋响 这个小境小地方 久久才有人经过 不是实际上有人经过 所以在这种20分钟当中 你就顶着这样 碰到不得了 碰到这个眼泪 这个一直 这个一直流 所以在其中的有一天 我就对天讲话 我说好看我这个年纪的人 要去上血 我只是来卖一个冰淇淋 想赚三餐吃 你老天爷你这样遮备我 你对我不公道 同样是冰淇淋 一份产自李申静的油中帝国 一份呢是当年的小小少年的谋生手段 这中间就是李申静的奋斗人生 靠着卖冰淇淋交学费 李申静勉强地读完了中学 高中一毕业 他在圆秋里找到了一个管工的工作 起早摸黑与油棕树打交道 在这里李申静不仅学了油棕树的这个种植方法 还掌握了圆秋管理模式 聪明勤快地他很快做到了整个圆秋的经理 管理着几百名工人 光靠勤奋是不够的 还得有什么呢 胆识 李申静在攒下了一些积蓄之后 开始自己做生意 他承包了两个加油站 还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第一架收购那些旧房子 通过自己装修一番 再高价地卖出去 收购经营不善的圆秋 然后改进管理 使企业增值后再转卖 就这样经过了十年的打拼 李申静已经小有所成 1982年 他一下子花了自己十年的积蓄 买了一家上市公司 他把这个公司的经营业务 改成了油棕业和房地产 而就在李申静稳步发展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家曾经因为李申静学历低 而将他拒之门外的公司 宣布卖掉旗下与种植相关的产业 要价五亿马币 您知道当时李申静有多少钱吗 也就一千万马币 许多人觉得李申静是冒进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 李申静非常有胆识 这五亿元给他带来的是强大的研发技术 使公司实现了深压工 李申静才得以进军中油的下油工业领域 这也使得他成为了如今的油棕大王 这也使得了如今的油棕大王